我應該這樣講就是 剛剛 剛剛惠萍在 在還沒有走出來之前 她突然看到我 妳想說 我覺得自己是 我覺得很對不起你們 看到我這樣這樣 沒有 看到妳像看到親人一樣 因為覺得好像 就是妳看著我們長大 所以見到妳就沒有辦法 一直那種感覺 妳們偷偷戀愛我都知道 以前是要偷偷啊 以前是要偷偷啊 自己在唱歌 別人在 另外一個在另外一角 然後呢 走的時候 她在 好無聊喔 她在她的攝影棚 我要形容那些人 那個男生很喜歡她 但大家都不能講她喜歡她 然後呢 因為她就是錄完 她還在錄 那個男生也還在錄 然後就要走了這樣 拿個吉他這樣 要走了 一直看她 然後妳 妳在那邊跟人家訪問的時候 妳當然不知道 然後她就走 走了回 出了攝影棚 又再回頭過來再看看妳 又再走 妳在 妳在 因為妳講吉他我 我知道 對 所以 愛妳的人 但吉他都不多 對 對 對 那個時候我覺得 妳知道我是一個主持人 我坐在旁邊 我其實看了 怎麼又叫心酸 因為我不是心酸 我是覺得 妳看藝人就是不能夠 好好的談戀愛 妳坐在那裡 別人在訪問妳 其實妳 我想妳的心應該跟著她要走了 然後她呢 其實很想在攝影棚都看妳一下 可是她下一個通告又要來了 就 今次談到哪裏去 這妳知不知道是誰 哈哈哈 妳不要再講了 這樣最好 而且我跟妳講 這種再回首的事情 妳都聽不懂嗎 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細數從頭是吧 對 恐怖 妳看02年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02年一定要問妳在美國 怎麼樣怎麼樣 02年怎麼能問啊 對 對 旁邊站了一個人我說 啊 現在的話 我 對不對 一個人 更恐怖啊 更恐怖 但是妳想那個時候真的是 兩個都是年輕人啊 對不對 都剛進歌壇 其實呢 兩個人都背負的憂鬱兩個字 我是憂鬱少女 那是憂鬱少男 我在想 妳知道嗎 我一般我談 另外我覺得都花好長時間 可能四年 七年 然後後來結婚是十年 妳講的這個人 其實是維持最短的 只有一年半 那因為 當時我覺得我跟她認識 我 我跟她認識的時候 她已經是有女朋友 但是有給了她一年半的時間 但我覺得她還是一樣 我想一定要有個選擇嘛 所以後來我只覺得 我自己就退出了 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坐在旁邊 看得很心酸啊 就是說 其實感情的事情 其實也不能勉強 但是比如說 妳會很喜歡她的歌 她也會很喜歡妳歌 然後兩個人擺在一起 也真滿好的 她就一直憂鬱下去 是 可是我覺得 這是什麼 阿咪學的她的情權很放心 OK 阿咪老師會因為 她的感情生活 也許觸動到她哪裡了 她就會放一些不餓 其實說起來 這時候我們就應該唱一首歌 愛難求 愛難求 我覺得演藝人員真的愛難求